有些脊部疼痛需要用HCD 来指脊部疼痛的 中医所说的 痛着不痛,痛着不痛 就是我们的经络可能是阻塞的 所以我们需要用HCD来疏通我们的经络 那么用法很简单 哪里痛放哪里,哪里不舒服放哪里 你只要把HCD M1 M2或者HCD 放在哪里通,放哪里就能解痛 就能疏通我们的经络 HCD也可以用法疗能量疗法 就是放在这些8个部位 也能帮助我们提升免疫力和止痛的功能 有效的缓解肌肉疼痛,关键疼痛的营养 第一个可以每天吃5-30cc的Lite Spark 来帮助我们清除血管里面的垃圾 增强我们的精力来复原 第二个可以每天吃1-4包的1-1 diet 来做到营养断食排毒减重 或者维持健康的方法 第三个如果没有用HCD的人 可以吃我们的R time 来帮助我们清除快的活性痒 来达到抗发炎来做到止痛的效果 每天可以吃2-4包的R time 就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抗发炎还有止痛 那第下来的就是Beauty Beauty主要是补充我们肌肉弹性 还有补充我们关键软骨的损伤 每天吃2-4包呢 是能够帮助我们这个软骨的复原 还有肌肉疼痛部分的复原 使得我们尽快的缓解到肌肉疼痛 关节疼痛哦 好 阿滋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